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一个人很累的时候 他就会黑眼睡 又或者会打哭露 待会留意下面的片段 黑眼睡是指一个人 进入了一个很短暂的睡眠状态 也就是我们普通话所说的打瞌睡 而打哭露是指一个人身体很累 缺氧的状态 就需要做一个深呼吸 来进行保养 也就是我们普通话所说的打瞌睡 打瞌睡 喂 阿王 怎么了 上早没有精神 一来打瞌露 不要提 昨晚留上打通宵麻将 坐到我整天晚上睡不到 其实打瞌露的原型是打瞌睡 因为瞌睡的古时候读音就是瞌睡 发音就更像瞌睡 而瞌睡古时候的读音就是磊 而发音就更像瞌睡 因为打瞌露的时候会发出 噢这样的声音 所以广府人就将他将错就错 读成打瞌露了 有空调整天晚上睡觉 有空调整天晚上睡觉 得閒聊聊天,無拘無束 想起啥就說啥 這種學名叫做閒聊的情境 各地是有不同的叫法 北方有說是看大山 有說是拜龍門陣 而我們廣府人就輕說是車天車地 好像開著一部虛擬的車 上天入地 轉洞轉洞的 你說多爽 老闆老闆,我趕時間了 可不可以坐你的抗順風車? 當然可以了,上車吧 不用擔心 你趕時間找對方 不是我賺自己的 我的車是四輪驅動,我輪增壓 還有無敵駭拍,高音音,中音準,低音靈 另外呢 行行行行,別說有車風車來 我趕時間才趕,我趕時間 對不起,一趕到車 我慶問到什麼都忘記了 說到開車了 這回就說廣府話裡面有關車的一些說法 首先說單車 單車普通話叫自行車 有趣的是,無論你叫單車還是自行車 那個叫法都好像是有點問題的 自行車從來都沒有自行過 而是要用人腳踩它才行的 單車呢?也都奇怪 明明有兩個輪車 為甚麼叫單車呢? 估計可能是相對於四輪的汽車來說 四輪車有左右兩邊 而單車只得一邊 所以就叫做單車 那麼得一邊的車叫單車 那兩邊都齊了 那應該叫雙車才對 當然不是啊 例如小型汽車 廣府話以前就叫做噗噗車 因為發明汽車的人 大概都覺得這件事不同人的品 如果不提醒人家提早走 派出车 所以汽车扬喇叭 dimensions 从如同这些汽车一开始出来 可能当时有些开车的人好沙塵 所以总是一种按喇叭而叫人叫半变 露出车一直播出车 所以就有了凝凝车这个名 小车叫作凝凝车 大车又怎样叫呢 那就要视乎是什么车 例如现在我们叫的公共汽车 以前曾经跟了英文的译音叫巴士 但是巴士其实还未是最原始的叫法 听我爸爸说 广州市最早开马路 就是只有商门底前面一段路 地点就是现在北京路、西湖路 那个西西的范围 马路开了就设置了一条路线的公共汽车 这条路来来去去都只有一辆车 这辆车是加拿大买回来的 所以广州人口信不叫公共汽车 不叫巴士 而叫加拿大 去到加拿大了 当时就算是很新鲜 小朋友听到就会很踴躍 啊!我都会啊!我都会啊! 这些多口述历史 大概一百个人中间 有九十九个人都会说是未听过的 是不是呢? 此外 消防车叫火烛车 救护车叫十字车 摩托车叫电单车 也都是我们的岭南特色来的 接下来是月级挑战的题目了 以下哪种星和指人呢? A. 白鹜星 B. 摩罗星 C. 天王巨星 D. 喜马拉雅星 在明晚六点前 发送三百家答案编号 到106.635 答中的朋友 就会积用得价值三百元的丰富奖品 通过以下网址 或是短信方式向余老师提出问题 都有机会拿到奖品博 越讲越过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